我們臺灣人敢這麼嚇這個 我們有可能把歐宜桑放 要發錢 歐宜桑九十二歲了 我們是比較沒贊心說 歐宜桑那一塊 因為歐宜桑對我們臺灣 當地經過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租源 一個國寶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他準備發金 我們就是跟他贏了 有說 讓一個九十幾歲 我們自己臺灣的國寶 給他關 對不對 跟黨的給他關 對不對 我們絕對有那個能力 來處理這個事情 對不對 這個媒體的危機 文化的危機 文化的危機很近 他就在撒漢語拼音 什麼市政書簡 這也很邀説一個人 他這個就是賀秦始皇那一頭 要把我們的文字改造成 跟中國那邊一樣 所以像你現在上面看到這個字 以後大家就要告訴我 這不是中文啦 這也不是繁體中文 這個根本就不是中文 這個叫做漢字漢文啦 對不對 像我們說那一代的都跟我們說 這是叫做漢字漢文 我們在加油 那不是叫做中語啦 那叫做漢語啦 對不對 其他的國家也是都這樣說 日本 韓國 外國 外國都說漢字啦 他跟我們說這是中文 我們沒有認真意思考 都對人說這是中文啦 中文是什麼叫中文 中國人在用的文字 不可以叫做中文 現在的簡體字 那不是叫做簡體字啦 我們在說的簡體字 那是真的中文 所以那是中文 這是我們在用的漢字 應該是這樣 大家就要有這個認識 要做一個差別 比較不會這樣都傻 平衡這樣傻的傻的傻的 對不對 人家叫我們說什麼 我們就說什麼 說那個漢字是我們的漢字 我們的孩子也對人家會教 說說那個漢字 他想現在十個七十 他還要走出來這裡人 陳玉琳來的時候 叫警察 要求修 實在有夠 有夠求人很累就對了 像這個災害的危機 台灣當然 有那個災害的條件 說那個災害 天然災害會比較多 但是要怎麼處理 你給它看嘛 就像那個漢字都會幫 為什麼漢字都會幫 它的漢字就蓋得不好 都會也會幫 為什麼它蓋得不好 它就都想要走路 它才會把它蓋得好 它的窗 最重要的 那個橋墩的基礁 一定要打到圓盤 它都不要打到圓盤 因為如果打到圓盤 錢就要比較多 對不對 要比較 所以它整天打到多少 它到底打多少 才叫中國國民黨那種做法 也沒人知道 如果說要打到圓盤 它打一盤反正它就不會打 它有辦法去檢查 看它有打到多少 所以最近貓籃 我們連署一個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專業的工程人員 他了解 貓籃有很多工程瑕疵 所以我有跟連署 因為我是在台北的 去找 我跟連署說 照這個數據來看 貓籃是 時間是造成很多 讓人質疑的地方 這個質疑 如果不解釋清楚 不去了解清楚 意思是什麼 標示說 有可能發生很大的災害 如果發生災害 那時候還要來 要來叫天叫地 也沒效了 所以就是說 做一個專業的銀元 你就是要認真 做的時候做好 做不好的時候要拿出來檢討 對不對 這個中國國民黨 流氓政府的體制 等級以來 不要把我們人民動作 這個國家的人民 他實在是 跟我們動作不一樣的 真的 我的感受就是 跟我們動作露勒在搬帶 我們高水金給他 是怎麼 大條橋他蓋都會幫 你看看 大條橋都不會幫 邊邊的高平時 南俄高經貿 那個什麼 人質型的大橋 才會不會幫 是怎麼雙元大橋 更下游 才會幫 對不對 人質橋 不然你說 這些財貨很大的 照顧人質橋 才會先幫 因為那個更上游 水龍更大 但你到客戶的時候 算不是就 比較跨 速度就比較少了 然後 在這個東港 檸檬要過 你的雙元大橋一條 然後崩掉了 那是怎樣 那都是 他以前做的時候 都不認真做 對不對 阿B你看看 那個土地 就是都不照蓋一樣蓋 特別來就特別陰 今天去到東山 東山那邊 還在喝水 那就是 阿B